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滴记录 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老外 快点懒人子 你不是要乱上我们家啊 哎哎哎 好啊 老外 你这戏演的不错呀 一不小心噎死的 人家还得给你偿命啊 认她这个媳妇 还是认我那个爹 刘广员和我 已经断绝关系 对 肯定是 201号病发 乡村警察故事 今日说法国庆特别奉献 欢迎继续收看乡村警察故事 今年的国庆长假有点特别 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也含在这个国庆长假里 没错 今天就是农历的8月15 中秋节 一到这一天 中国人都盼着能够合家团圆 警察也一样 可没办法 老葛他们碰到了一个难题 哎哟 哎哟 刘大花 我们家刘秀他爹 昨天是在你家上面摔的 别让我给你带来了 你说咋办吧 刘小媳妇 你公布昨天明明是自己摔倒的 你这是要赖上我们家呀 他现在这样 我都管不了了 你看着办 哎 刘小媳妇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哎哎哎 别走别走 人家在你家门口就摔成这样 就不管了 就这么走了 对啊 是啊 这出什么事啊 喂喂 你给我出来 啥 刘孝媳妇把刘孝的爹 让你家朝这门口了 行 我马上过去 哎 怎么了 刘孝前些日子刚来了个亲爹 这就出事了 他家的情况啊 比较特殊 一个亲爹 一个后爹 这个刘孝呢 还是跟这后爹一起长大的 现在这亲爹又找上门来了 我估计啊 他这是不想养这亲爹啊 谁啊 走跟我过去看看 凉了 你再帮我去顶着啊 对 好 哎呀 不是 你说现在事哪说理 这咋个事啊 哎 这不昨天吗 里头的爸 上我们家烧事 大华 哎 这桃罐他怎么卖啊 黄桃十四 白桃十二 什么都不理 咋的了 咋的了这是 哎呀 老外 老外 快点来人呢 当时一看那情况 赶紧叫他家来人 送他上医院 可到了医院 那刘孝媳妇也没带钱呢 医药费还我垫的呢 完事我俩一块把人拉回来了 刘孝媳妇也没说啥呀 那今天您怎么就变脸了呢 你就不原来给垫钱 他家这是看咱们家好说话 想赖上咱们家 你说刘孝的爸 自己打碎了东西 自己摔倒的 我还没让他赔呢 还送他上医院 这就够意思了吧 这啥还没完没了了呢 哎呀 我说刘大爷 您自己说 昨天是不是你自己摔倒的 做人咱得凭良心呢 我还活着干啥 到哪都是雷醉 我还不如死了呢 刘孝媳妇人呢 哎哟 哎哟 你这大花啊 把老人封住去 刘大爷 咱们快进入住去吧 你这搁这一呆呀 俺家都没法说成立了 慢点啊 哎哎哎 刘大爷 刘大爷 这是啥的呢 哎呀妈 小陈呢 这是咋整个 赶紧打120啊 家里在没事啊 我爹他呢 你别管了 至少我得了这个病啊 啥都帮不上你 孩子住校 明年又搞不上 我爹又这个办坛呢 他就够你受的了 现在我亲爹又来了 我知道你回去 可我又能咋办呢 你看他的样子 哎呀 当初 不是他不管我 是我妈不愿意地来看我 我这辈子 真对不对你 行了 别说这没用的 我一个人能行 你呀 安心要你的病 家里的事儿 不用你管 哎 故事儿 我问一下 有个叫刘孝的呀 在哪个病房 哦 就在那间 哎 谢谢啊 你们来干啥 有事儿跟我说 别找刘孝麻烦 你们讲讲良心吧 他昨天因为他爸甩了 一下子病就中了 你们要是再把他自己 煮个好胆来 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吗 刘孝媳妇 你别激动啊 我们呢还真不是来 找刘孝麻烦来的 知不吗 刘孝的亲爸呀 又得了新毛病了 我们赶紧给送过来了 清肚脑梗 需要住院书役 你们都别走啊 刚才谁说的 是我们家老歪 照着自己是村主任 把人摔坏了都不管 说我刘大花西黑 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 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看看我刘大花 到底是什么人 大花爷 你这是要干嘛呀 哎 你别管 你把昨天的监控 给我调出来 看见了吧 啊 是他自己没拿住 掉地摔碎的 也是他自己要去捡 不小心摔倒的 我连看都没看见的 我听这动静的时候 那人都已经倒在地上了 带我来看看 再自己摔倒的 是 我们家又帮着送医院 又帮着电医药费的 现在他们家是赖上我们家了 我们家都有冤枉死了 哎 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啊 关于你公共这件事儿 到底是谁的责任 你们两家好好说呗 达成一句更好 达不成一句 还有法律的吗 你也不能把人 把人家买回欲了 你就让人家负责啊 你这不有点太 啥 好啊 吴宝贵 你这儿戏演得不错呀 这一套 让我好好说 那套你们家刘大花 在村里 拿着派卢川小梁 咱全团人宣布 是我们家不对 是我拉上你们家了 吴宝贵 你仗着你是村干部 欺负我们家呀 不是 你说啥呢这是 我说啥你不知道啊 你们老婆家 对对 这到底咋个事啊 你别着急啊 我把他忘了 小梁啊 你在村子干啥呢 大花仪让我给他弄个电脑 给村里人放丢带下这家超市摔倒的监控 不是他让你放就放啊 我也不知道要放这个呀 你别跟这下沙发了 赶紧回所的 我没胡闹 我在电视上 看过这样的戏文 人家在超市外边摔倒的 最后法院判的就是超市责任 我家 这孩子在超市里边摔的 贫团人还不管呢 你哪看来的新闻呢 啊 就在这会儿蒙人 我就不信了 你自己打碎的东西 你自己摔倒的 你还得拉上我呀 照你那么说 你上别人家吃饭去 一不小心噎死了 人家还得给你偿命啊 有人要比胖吗 别吊起来 好了好了 这你俩家别吵了 我已经向律师咨询过了 的确是有人在超市门口摔倒 法院判超市赔偿的案例 我说什么来着 但是啊 那是超市的人在门口洒了水 导致路过的人摔倒 所以这种情况超市是有责任的 但是你俩这种情况不一样啊 我已经查看过监控录像了 超市地面上是没有水的 是刘大爷自己不小心打碎了罐 又踩到了罐头里洒出的水 这才摔倒的 所以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怪超市的 我说什么来着 啊 法律也得讲道理 真是呀 麻烦了几个头上皮呀 我们所里的梁东 已经去医院照顾留下的亲爸了 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 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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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神 Same time 仰大的 靠不住 親生的 也靠不住 阿良 哥叔 刘孝太亲爸 好像还有别的孩子 我知道了 刘孝媳妇 刘孝她爸 就是她这个亲爸 说没说过 她还有啥其他的亲人呢 后来的媳妇也没了 她说除了刘孝 她一个亲人也没了 后来的媳妇 那她和后来的媳妇 再生不生过孩子 没听说 刘孝媳妇 我们两口已经商量过了 再怎么说呢 咱们相理相亲的 就别说 你后老公公是在我家出的事 就是不是在我家出的 我听说了 我这又当村主任的 也应该我 是吧 这样 你公公这两次的药费呢 反正我已经交了 我就不要了 我听说了 请不吝点赞 你什么听说 小梁 你怎么样啊 刘大爷刚打完一尾点滴 现在睡了 你们今天调解得怎么样 还能咋调啊 吴大叔家又没有责任 不过吴大叔主动承担了 这两次的医药费 算是捐助了 捐助 就那点钱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要我说 还不如弄一个网上募捐呢 网络募捐 靠谱吗 现在这样的事吧 也不少 我帮他家联系一下 市里的助餐基金会 把证明材料按程序交上去 通过官方呼吁一下 肯定能成 行 那你试试吧 嗯 好 不是 你这是咋了 你说饭也不吃 电视也不看 你是不是还心疼 给老牛头那钱呢 这事吧 其实就看什么说了 其实我们小时候 刘孝他后爹 对我都老好 这一天 你看我们两个都姓吴 你说那八干嘛 八了不着 那九干嘛 也能大了点心 是吧 你再说 他跟他妈 是后来咱们出来的 你说刚来的时候 都没人跟他玩 他天天给我屁股后转 他后天每次进山 都给我带不少山后 你以为我这是为了钱呢 这些年咱俩给村里的五宝户 送的东西 还有钱 我说过半个骨子吗 不是 那你咋的了 我呀 是在瞅咱俩 咱俩 咱俩咱俩咋的了 这刘孝的活力子 可眼前摆着呢 你还要是在瞅咱俩咱俩 你说他家一个儿子养俩爹 那就快要小两口命了 咱们就这一个儿子 将来被养活四个老人 你说那还让不让小两口活呀 那你啥意思 你还想想老哥在生命呀 我看行 咱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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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查到刘孝他亲爹的估计信息了 是吗 咋样了 刘孝爹和刘孝他妈离婚四年后又再婚了 女方也是个离过婚的 还带了一个儿子叫张义 这些年他们一直在一起生活 看来刘老爷子说这个养大靠不住的儿子 就是这个张义的 那他为啥不养刘大爷 是啊 看来得查一查 对 肯定是 二零一号病房 对对对 您说怎么办吧 都听您的 大嫂 大嫂 人进过来了 来 快坐 坐 来 是这样的 网上捐助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有不少人捐款 咱线的一家企业一次性就捐助了五万 真的呀 还给刘老爷子请了个专业的护理 这下最迫切的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 谢谢 不光老爷子的质量费用解决了 你俩家留校的药费呀 也能维持一阵了 是这样 这老爷子的住院费肯定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 咋了 那家企业捐助的五万块钱 是指定给刘老爷子住院用的 所以 他老子吃我们的行 我们用他点钱 你就不行了 这网上捐款的使用 是有专人监管的 钱直接进医院的账户 是不经过您手的 当然 除了那五万块钱以外 其他没经过指定用途的钱 是可以按照您的想法使用的 不过 那部分钱的数量 现在还不太多 大概 也就一千多块钱 儿子 妈问你个事 将来你成家了 打算怎么养活我和你爸呀 还有你媳妇的爸妈 这简单 回头给你们四个这一桌打价去呗 妈和你说正经的呢 你就说你怎么养这四个老人吧 那就换一种 跟你们四个抱个团 出去旅游去 一和你说正经的 你就整天没用的 和你爸一个德行 那你说你跟我爹 你俩想咋过 我和你爸呀 商量好了 为了减轻你的负担呢 我们打算再要一个 啥 妈 你别想我看 喂 你别别你闭什么话 我和你爸说的 我和你爸说的 当我老了 桃花白了 水昏远起来 总算查清楚了 刘孝之亲爹 还真另外有个儿子 是他后来的那个妻子 带来的儿子张一 没错 这个刘老爷子 对这个儿子还挺好 张一明知道 他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但也一直叫他爸 爷俩关系处得还挺好 可前两年 两个人断绝了关系 据说是 因为张一找媳妇的事 你这也有正常玩意儿呢 你们上网看吧 我上网看了 超市都要提这个提示牌 要不然呢 就算地上没有水 有人摔倒了 那也算咱们超市 没进到提示衣物 要赔人家的 没看新闻吗 就云南那个 哪个 就那个嘛 翡翠拓的摔断那个 据说三十万你 摔摔摔 哪那么巧老有人摔的 我看呐 你就是被刘老头 给摔磨着了你 我这是啊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承 万一刘小媳妇再找来 看你怎么整 我哪像你说那么夸的 我说话 哎呀妈 咱又来了呢 刘主 除了刘孝 你还有没有 替她的亲人呢 吴宝贵 你凭啥在网上 破坏我的名声啊 啥 你自己看了 能耍了 不是 刘老头是自己在超市摔倒的 起初他们家还想讹人家超市的钱 只不过实不占领 没成功 老刘头和刘孝是亲父子 可是他和刘孝妈离婚早 没养过刘孝几年 一开始刘孝两口子并不认他 但后来他们发现 认下老刘头在网上可以晒产和同情 大家网上捐款都被他们给吞了 不过刘老头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 完全不值得同情 哎呦 你说这谁呀 说这么难听 还能是谁呀 这事就咱俩家最清楚 不是你是谁 今天小梁找我上上网上卷助的事 先帮我打一上网 就看下这消息 我说刘孝媳妇 那这网那东西我根本都不会发 那咋能是我说的呢 是啊大嫂 这一路上我都跟您说了 事情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再先冷静一下好不好 那不是他们 还能是谁呀 你并不要上网信口私黄 你上法院还需要有个证据呢 再说了 凭啥说是我们家老外说的呀 我们家怎么得罪你啦 等等 刚才那个人又发消息了 他说刘广媛当年再婚后 给人当了便宜爹 便宜爹 就是后爹 还有 他说本来儿子已经够孝顺的了 可是他又把人家撵了出去 所以活该信在门 他还有一个儿子 我们咋不知道 那你的误葬 那我更不知道了 是啊 刚才他发这条消息的时候 咱们大家都在这呢 所以肯定不是吴助人发的 那会是谁呢 难道 是刘老汉的另一个儿子 也不叫张义的呀 你认识吗 我就刘孝一个儿子 我不认识什么张义 我不认识什么张义 别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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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这是干啥呀 他明明还有个儿子 您为啥非要拿给我们呢 你这是听谁说的 那网上有人说呀 你以为瞒着我们不说 就没人知道啊 网上 网上什么人说的 那肯定就是他了 他这不是故意看我笑吗 我做什么孽了 我 我养出这么个东西来的 哎呀 葛叔回来了 哎 没人 梁儿 在网上散布刘孝家那个人 查到了吗 这个人的账号 叫你不知道的真相 是新注册的用户 爆料之前 什么也没发过 很明显是专门 冲着刘孝家的事来的 但是他注册的手机 没有基础信息 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真实身份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按说这个刘老爷子 在老外超市摔倒 两家造成矛盾这个事 知道的人不少 可是他另外有一个养子 这事 就连刘孝他两口子都不知道 难道真相刘老爷子怀疑的 是他的养子张义 在网上散布的 可是他这么做 目的是啥呀 我今天给张义打过电话了 感觉他对他爸的怨恨很深 也许真的是他 想让他爸难堪 这个是张义他们两口子 服装公司的地址 谁啊 二二请来请得啥 我上回在电话里和你们 一位女警官已经讲过了 刘广源和我已经断绝关系了 他现在什么呀 我都不清楚 就算是清楚 那也是我们的家事 我总不能让家丑外传吧 那是 但是再怎么说 你俩也是一家人 他从小把你养大 也没少投入感情 你说你们俩闹到今天这地步 我想这也不是你想要的吧 既然你已经找人都了解过 也应该知道 我们之间是因为什么原因 能犯的吧 那不就是因为结婚的事吗 至于吗 我母亲总的一年 我上高三 高好被考好 落榜了 那时候我就琢磨着 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对我非常好 可是呢 我不想让他再养我了 于是 我就出去学做生意 跑市场 那时候还太年轻 没什么社会经验 总被人坑 我和我老婆 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他人特好 特善良 案内里也没少帮我 在我被坑的 最惨的那一年 要不是他 拿着所有的钱来救我 那我现在 在不在这个世上 我都不知道 所以呢 从那时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娶他 可是 你说 他到底人家安好啊 他比你大五岁不说 还离过婚 身边还带着孩子 哦 他对我非常好 那当初 我妈跟您的时候 不也留下来带着我吗 还难见你妈你吗 你妈临走的时候 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 她再三叮嘱我说 要我一定把你拉扯到成家 我是跟着发过誓的 就你现在那个样 你让我讲来 怎么去见的 爸 你就承训我们吧 如果我妈活着 她也同意我们结婚的 我 最后再问你一句 你是 认她这个媳妇 还是认我那个爹 对不起 我和我养父的关系 就是因为我的婚姻 可是 我是无论如何 不能放下我老婆 所以现在 只能这样吗 张先生 从法律上讲 您的养父养大了你 你就有赏养他的义务 这一点 不是你说 或者是他说断绝 就能断绝的 这位警官 可真年轻啊 你小费对方式 也很年轻啊 这样吧 我同意和你们去见他 他不愿意说 你就别代题了 为啥不说呀 他要真还要我儿子能养他 那对谁都是好事啊 老爷子 哥警官 看谁来看你了 爸 你咋来了 你来干啥 我 你病了吗 来看看您 你走 我跟你没关系 你少来看我笑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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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他那儿子 爸 人家愿意养你 你为啥赶人家走啊 刘萧到底是不是 你又是你亲眼子 你要这么比我吗 好 是你们把他找来的是吧 你们要把我的包袱甩了对不对 你们放心 我不拖了你们 我就是上大街上要饭家 也跟你们没关系 你这啥意思啊 这让你家包呢 你闭嘴 爹 你不是搞得好一点 哎呀 爹呀 我气死了 你别瞎了 爹 大人包了 大人包了 有声 有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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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说你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家的事 你们解决不了 你们不管 想得更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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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俩 啥意思 一苦思甜 从温就梦 撸起袖子再造辉煌 刘大花五宝贝结婚25周年纪念日 庆典仪式正式开始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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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哎呀 要啥说 现在这热过的 真像在蜜罐里一样 我一看这洞房 就想起咱俩当年的苦 这一想起当年 我的心里 还真叫一个酸 哎呀 苦不苦 想想红军两万五 酸不酸 来个交杯咱俩干 你看看你 这么一当 有点扰扰当年的感觉 吴宝贵同志 你知道我开这房花多钱吗 25周年 这叫银婚 你懂吗 来 为了实现咱们家的二孩梦 交杯 到这时候拿着 没喝过是不是 对咱还没喝过 你 来 来 老爷子 老爷子 你这是干啥去 病号服都换了 你是想连招呼都不咋 就走啊 哥警官 这事就别管了 行吗 那怎么行的啊 你说今天能我指板照顾你 你就这么稀了孤独走了 回头留笑那两口子 我咋解释啊 哎 我看呢 你也走不成了 还不如咱俩坐下聊聊 行不行 来 来 来吧 来 慢点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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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 你别生气 你说我也是当爹的 过去呢 我那儿子啊 因为搞对象 那也没少折腾 可后来啊 我想明白了 孩子的日子 还得人自己过 你说咱的当爹的 你 你那是亲儿子 我是后爹啊 张义 当初要跟那个女人 比她大五六岁 还是离过婚呢 还带着孩子 你说这事我要不管 人家得咋看我啊 人家不得错我纪念骨啊 说我不是新爹 对付孩子吗 你呀 想那么多干啥啊 你管他别人说啥呢 只要孩子日子过得好 那不比啥都强吗 好能好到哪去啊 你是不知道啊 当初 我一跟她说 你千万别跟这女人在一起 她就跟我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跟我闹啊 我跟她说 你要是娶她 你就别认我这个爹 她 跟我连招呼都没打呀 就把户口牵跑了 这羊肉贴不到狗身上 这不是亲生的 就是靠不住啊 你呀 这说的太绝对了 我觉得张一啊 不像你说那样 他对你还是蛮在乎的 哎 你看今天我们一做思想工作 哎 他马上就同意过来看你 这不还是想缓和你们爷俩的关系吗 快拉倒吧 我咋看到 他这次来 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呢 你就是想多了 谁说的 他要不是来看我笑话 那网上那些事又是哪来的 他要不说 谁能值得那么清楚 你说是不是 你说 当初我上你家去的时候 你说你家多穷啊 就是这么穷 我也没嫌弃你 那 那 当时不是因为我 狗不帅吗 啥玩意儿 你 你狗不帅 你狗不帅 我 各个 我 长得错 你 你 抗衔的 就是 附了一屁 或者在 你 剪成狗乎帅 还是狗乎帅 八伙 我发现问题 我发现你现在 你怎么狗上鸡胶会弄羊细 我什么叫上鸡胶 我喝红油 不习惯 你说你弄点白一点 算了我想算白就还没办 你咋不知道浪漫 不是吧 你干什么呢 又一惊一乍的 我找到你不知道的真相了 什么 就是在网上给刘孝勤得爆料的那个人 我刚刚破解出最近一段时间 他手机的IP地点 他的活动轨迹 居然基本上都在张义的公司 你是说这人就在张义的公司 难道这人真的是张义 你们怀疑我 我们这也是听刘孝教报案 所有人在网上对他家造谣诽谤 所以我们才来调查一下 我没说这个人是你 但我敢肯定 我目前掌握的消息绝对准确 这个爆料人就在你们公司 我已经说了 我没做过 我们也不愿相信这个人是你 可是还可能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啊 张义 我们找网上这个人 就是为了尽快查清这个事 现在消息一传出来呀 已经有很多人 不再给刘孝佳捐款了 甚至有人向基金会讨要说法 你的养父还有很多人 都怀疑这个事是你干的 你愿意背这个黑锅吗 你再好好想想 是你们公司的人 对你们家的情况还非常了解 符合这个条件呢 还能有谁呢 比如说 你爱人 你凭什么怀疑我老婆 我只是在客观的分析 有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而已 你们走吧 我要办公了 昨天的事啊 都是我们部队 您别往心里去 我媳妇她没有别的意思 她看见我俩爹病成这样 她是替我着急 这事儿不愿你媳妇 她说的这些日子啊 也够难为她的了 光你的一个病后就够得强 还添了我这么个累子 您别说小话 我 在来找你们之前 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是这个情况 我早感觉到 我再拖了你们不合适 那天 我上超市 实际上 我是看你上火 吃不下饭去 想给你买个罐头 没想到 我早就想好了 这一出院呢 我就走 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爹你说啥呢 不管哪里 你是我亲爹 我要是不管你 那成啥人 爹你放心 你那大夫跟我说 我的病呢 还健好 能控得住 等过几天好一点 我出院了 我就找一个不太累 你少一活学的呀 您顺着他马上就上大学了 坚持几年 咱们就熬出来了吗 没有过不去的呀 爹 放手 哥叔 刚才东手 我就不该借购 行了 你可别检查了 咱们呢 还是赶紧去查查 还有谁吧 他是我小舅子 你们怀疑他 凭什么 就是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的手机型号 跟网上爆料人的型号 一模一样 你没注意吧 发消息 是会显示手机型号的 用我这块手里的人 多了去了 可同时满足 既在你姐夫公司工作 又了解他家的情况 还用这款手机的人 恐怕就你一个了吧 既然你说不是你 那能不能把你手机拿出来 让我们带家看看 我凭什么给你们看 这是我自己的眼思 小刀 就是我干的 怎么的吧 我又没造谣 我什么我呀 还不都是因为你 那天晚上你们加班 我姐让我给你送饭去 正好听到你俩打电话 你一听刘老头他家出事了 着急忙活着给他家卷钱 还有那个朋友陈晓 他给刘老头他家卷那五万块钱 其实就是你给的 我 我跟我爸闹牌了 那我心里头也难受得要死 我从小就知道 他不是我亲爸 可他对我 那比亲爸还亲 我从没想过 我不管他 我和我老婆结婚以后 也回去看过他 可每次看他 都被他赶了出来 前几天我一哥们去医院 碰到我爸住院 对 肯定是 201号病房 你确定吗 肯定很会说的 那好 我给你五万块钱 你以你的名义 把它捐给我爸 这回你明白了吗 就是这么回事 你有两个好儿子 一个收留了你 一个被你打出去 仍然在惦记着你 来 进来 林老 爸 爸 爸 我都以不知你 爸 爸 您滅下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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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两句 今天呢 是八月十五 也是我跟我爹俩出院的日子 咱们家呀 这些不顺当的事儿 总算是过去了 更难得的是啊 我又多了个弟弟 我提议 咱大伙一块干约 大家碰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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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儿出生瓶了 你女儿出生瓶了 她现在让她送去想救 我吃出药了 肯定是使你那保健药的毛病 我老药真胆了 我老药真胆了 这是我的钱 我的钱 我的钱 你不说青龙 你们俩不能找 你别挖我 有好多搞医疗诈骗的 就像今天这样 咱们得一起协为医主 把咱家家产都留给儿子 两个父亲 一个是生父 一个是养父 这兄弟俩呢 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也从来没见过面 最终 三个姓氏的人 组成了一个家庭 能把他们聚合在一起的 我看就是咱们中国 代代相传的那种孝道 今天呢 是8月15中秋节 在这儿我们住 所有的家庭 都能够幸福美满 合家团圆 当然 警察的家也盼着团圆呢 晨晨的妈 就一直等着女儿回家 来过这个节 左等右等 等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说 晨晨出车祸了 律师后事如何 咱们明天见